隱難下藥迷婚前女友 猥褻拍裸照 女同事也遭殃 新北市一名28岁黄姓男子 与女同事交往分手后 去年7、8月间 得知前女友周末要加班 竟偷拿周末平日服用的安眠药 加好心替前女友充饮料 趁机下药迷婚前女友 难度陷害上衣和胸罩等 用手机偷拍并动手猥褻 去年10月她故技重施 不仅前女友 连丽敏女同事也一起迷婚 但她拿肠肝拨开监视器时 被丽敏同事发现 劫罚恶行 法院开庭时男子认罪 并赔偿前女友和丽敏女同事 各60万和30万元 获得原谅 法官因此侵判她两年徒刑 并宣告缓刑4年 但必须保护管束 另接受48次心理辅导 董新闻 新北报道 13名 品双新北报道 写刑3年